欢迎锁定时点不一样 赵绍康在东华大学的座谈会临时取消 本来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是一件美事 就没想到一波多折 赵绍康期盼的美事跟大学生座谈 只是没想到既清大借场地悲剧后 花莲东华大学也喊咖 特别是反对的学生 我特别希望他们来 赵绍康受东华大学公刑系学会之邀 原定12号晚间跟学生座谈 但是引发校内学生会反弹 质疑校方行政不中立 如果说我去造成学校两派学生 激烈的冲突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们去是希望大家和谐相左 大家互相了解 觉得结果是造成他们强烈的冲突 我觉得我去的意义就少很多了 10号晚间 东华公刑系学会在IG发布 赵绍康的开奖活动因故取消感到遗憾 校方也澄清禁止候选人进校园 活动是办在校外的宫庙广场 当地警方的危安就很麻烦 那会增加当地警方很多的负担 我想我们也就是去一个 简单的跟学生沟通会 造成学生会对立 造成警方有那么 这个负担又那么重 所以就说不是因为有行程忙 行程再忙都应该去 那我就想说算 当天我们收到赵先生团队的讯息说 他们想要取消 对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规划在校园内 赵绍康透露还有政大淡江台大厂 只是想亲近年轻人走出同温层 一开局就两度吃了闭门羹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辅选列车前进新竹市 陪小鸡参访台积电创新馆 并说台积电肖美琴很有感 当年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她也有参与 像我在美国这几年很吉利的在推动 这个避免双重磕税的协定 我们的产业或者是台湾的人才 做全球的这个布局 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现在直一声让不断 有声音认为台积电赴美设厂 是牺牲恐怕变成美极电 台积电的第一个字就是台 那台积电永远都是台湾的台积电 我其实在美国接触的很多的对口 国会议员也好 政府官员也好 很多人来台湾就是指明 要来这个创新馆 台积电在美设厂波折不断 甚至被日本雄本场进度超前 台积电雄本场传出 将在明年2月24号举行开幕典礼 又传出日本政府极为重视 渴望盛大举行 由于邀请台湾明年初选出的 总统新当选人前往参加 更看好赖清德会当选 不过台积电说 这只是揣测传言 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谢谢日本政府 也很积极的就促进投资 让相关投资更顺利 要将产业立足台湾全球扩展 科技证件在辩论会上 势必有所准备 我想辩论的细节 我们就日后再找机会跟大家报告 不好多说太多 毕竟说到接轨世界 同样热衷国际事务的对手 积极备战中 对产业的了解 这是完全不需要另外帮他提点 对于台湾的政治 跟现在的新闻舆情 这个可能会是他相对需要 补足了解的部分 做自己会是他最好表现的 一个非常好的底气 不让自己被看扁 吴欣盈一天当多天佑 抓紧时间 TB社留下辉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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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 为了国民党的党产脱产问题 媒体人气的中断直播 你不需要反抗我说 连你都不懂 你自己不知道 那怎么样 你最厉害 好 那我不要录了 你讲吗 不是 剃到拔麦丢桌上 哇 这是来真的吗 叶元芝还瞄了几眼 黄阳明上节目 杠上主持人叶元芝 只是人原本走了 这马会有问题 30秒后又回来 直播现场超尴尬 声叶元芝一人把节目昂完 原来双方为这事起争执 这1.8亿是党产会调查的 今天柯文哲就只是把 党产会调查的事情拿来讲 你怎么活在一个 不是我 你不要一直能升公起 很难跟你聊下去 真的 还原冲突点都是因为 为日前柯文哲指控朱立伦 把1.8亿的党产转去 私人基金会脱产 让朱立伦怒发四点声明 没想到议题意外点燃 非当事人的怒火 而说到争论节目 一言不合的状况还不少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标准的假消息 克刚从来不会删掉什么 这删掉是假消息吗 我告诉你是假消息吗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假消息吗 为108克刚正义 何志伟和林玉芳在节目上大吵 主持人赶紧圆场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用广告时间救援 事后主持人脸书也发文 老的小的hold不住完全失控 来宾因为立场 节目杠上屡见不鲜 对主持人来说也是种试炼 因为基本上你请来宾来 就等于说你请他来你家 作客纵使他意见跟你不一样 还是会去尊重来宾的看法 那如果你需要反驳的话 然后等那个人讲完之后 你再来讲述你的意见 那如果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基本上我会先进广告 或者是让大家双方冷静 节目录制进行ING 各类突发也考验应变能力 TVBS新闻刘宇俊 李宗泽台北采访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台湾人到泰国曼谷旅游 却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这名41岁的男子 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疑似酒驾的车辆给撞上 陷入昏迷 而当时500公尺外有一家医院 但院方却因为他是外籍人士而拒收 他只好被迫被转送到10公里外的医院 不过在途中不治身亡 泰国曼谷凌晨10分 救护车紧急来到急诊室口 但病人却进不去 事故发生在泰国曼谷拍纳空地区 当地时间12月8号扮演1点多 这名41岁台籍陈信男子 原先跟团到曼谷旅游 却突然遭受撞击 没想到驾驶还照逃 救护人员获报赶到现场 CPR之后好不容易恢复心跳 紧急把陈信男子送到距离500公尺的 送医图中陈信男子再度失去意识 第一时间会被传出 是因为到了医院之后 院方拒收外国籍伤患 医院人员表示 他可能没有亲友帮忙付医药费 还说为什么要送来这里 一群人只好又被迫转载到 10公里外的公立医院 而男子就在途中不幸丧命 曼谷警方当晚就追捕到涉嫌赵逃了51岁驾驶 初步调查没有酒驾 当时旅行业者说明因为事故的陈先生是凌晨独自出门 没有其他旅办 821早9点多要开始行程时 导游找不到人先报警 下午3点多紧急被通知找到了 但人也就不回来了 目前业者正协助家属办理护照 前往处理后续 让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表达关切 并且泰国政府正视本案 外交部也说事故当下都有掌握 会给予家属最大协助 直说到底事故原因为何 还得等当地警方调查厘清 而当下人命关天 医院为什么会不收病患呢 导游就透露当地的私人医院 大部分规模比较小 可能担心语言不通 或是外国旅客支付医药费的流程太复杂 所以干脆直接举手 有民众上周五在曼谷遇上重大车祸 传出因为是外国籍被私人院拒收 在转院途中不幸过失 观光局也掌握消息 周五发生意外之后 业者就已经通报 死者陈姓男子是参加曼谷 五加一天的行程 一行人加领队共19人 10月7号晚上 陈先生告知领队要自行外出 但隔天一早集合时没有出现 便向警方报失踪 下午接获事故通报 直说受伤送医 怎么会有拒收问题 其他旅行社业者也透露 患者转院得填单交代室友 有些医院可能怕麻烦 干脆拒绝 或是担心患者钱不够 到时候收不到医药费 在东南亚国家比较常见 但多数医师还是会能救则救 旅行社业者也提醒 出国旅游除了旅行社 本来就有的旅游意外责任险 最好加保旅瓶险 以及当地紧急救助电话 也要准备好 最重要的是避免深夜出门 以及要接办成行 根据英国保险公司调查 2017年旅游保险锁藏数字 泰国就占总额的23% 被列为全球最危险旅游国家 排行榜之首 报告指出到泰国旅游 要留意交通 因为很多地方都得自驾 2015年WHO还公布调查 泰国每10万人 有36.2人是车祸身亡 今年新总理上任之后 对观光相当重视 但医疗体系对待 外国观光客的态度 可能还是得重整 否则恐怕会对泰国观光 有所影响 再来看是新北市一名男子 在公园的凉亭里面 跟朋友聊天 却有陌生人上前质问他 是不是在说他的坏话 还拿出铁锤攻击 造成他头部受伤 而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嫌犯其实在半年前 就有无故伤人的记录 已经被通弃了好一阵子 一男一女坐在公园凉亭聊天 蓝一男突然走上前 手上还拿着铁锤 讲没几句话 突然用力挥 朝黑一男的头部攻击 锤一下还不够 还锤了第二下 被害人受了伤 女性有人赶紧报案 武器就放在旁边 但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不肯承认 也不肯配合 被攻击的是65岁蔡姓男子 当时和女性有人 在公园凉亭聊天 余姓嫌犯突然冲上前理论 质问是不是在讲他的坏话 被害人觉得莫名其妙 双方爆发口角 没想要竟然被拿铁锤攻击 事发在5号早上9点多 新北市板桥板姓公园 被无故打伤的蔡姓男子 头部撕裂伤 被送往医院治疗 幸好是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伤人的男子 被发现根本是个雷犯 嫌犯出现攻击行为 已经不是第一次 今年4月的时候 他才在附近的市场 无故攻击买菜的民众 这回又攻击在凉亭 休息的路人 两人根本不相识 这回他直接被抓 也被发现是个通气犯 余姓嫌犯打零工为生 有公网危险和伤害前科 4月在市场乱打人哀告 但他没有出庭 4号遭到通气 隔天就垂伤人被逮捕 多次造成别人的伤害 都没有悔改 这回又因为打人被抓 通气身份曝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尾巴冲突 是不是逐渐看到尽头了呢 在以色列入侵 加萨南部重创了 甘友尼斯之后 军方的发言人认为 哈马斯开始有瓦解的迹象了 因为有人是交出武器投降 甚至攻出作战的情报 总理纳坦雅胡就喊话 要哈马斯组织成员尽快投降 不要再为了领袖西瓦 做无谓的牺牲 一个爆破把门都炸飞 还有在一片空旷地面上 引爆炸药 以色列持续击破哈马斯地道 以军不断在加萨大进攻 范围由北打到南 现在是猛轰加萨南部大城 甘友尼斯的市中心 以色列声称 自开战以来 已经歼灭至少7000名的 高阶哈马斯指挥官 如今在甘友尼斯的市中心 随处都能看到冒出浓浓黑烟 市区不时警报大作 在甘友尼斯市当地时间周日 也就是12月10号 又有难民营遭到空袭 至少数十人伤亡 一名父亲崩溃在医院大喊 顾不得自己身上也有伤 一颗心都悬在孩子身上 医院门口急满着急的家属 大家急得把私家车当成救护车载用 医院里的伤患多到已经没有空的病床 许多送进来的病患只能躺在地板上 空拍视角只见救护车一辆一辆开进医院 这几天死亡人数再度急速攀升 已经将近18000人死亡 以军宣称有对甘友尼斯市特定地区进行疏散 但问题是公告在网路上 而现在加萨根本没多少人能够连上网 以军说撤离有公告 但是民众到底知不知道又是另一个问题 伤亡不断增加 似乎也让美国快忍不下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说 以色列应该做得更多 但是现在加萨惨况已经让国际援助组织 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先开始 联合国的仓库钱挤满了人 因为大家每次来领物资都领不到 加萨中部地区超市货架上几乎都是空的 加萨人道危机惨的就是完全被封闭 几百万人逃不出 物资也进不去 除此之外还有声称被以色列抓走 误当成哈马斯审问的平民表示 他们受到不人道的对待 加萨全境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保证完全安全 就连最靠近埃及的拉法地区都传出多起轰炸 尽管如此 以色列还是没有放松攻击力道 纳坦雅胡公开向哈马斯喊话 说赶快器械投降 但是哈马斯也开始拿人质开刀 扬言不留活口 还传出目前有至少20名还在加萨的人质 是已经死亡 随着以军扩大对甘尤尼斯的攻势 看来要重返之前的停火换人质协议 是越来越困难 此时美国白宫透过紧急命令方式 绕过国会要援助一万三千发的弹药给以色列 美国军援以色列的立场也再度成为联合国里各国调题 尾巴冲突的攻防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以色列在加萨狂轰猛炸 引起了国际社会反感 除了欧美各国都有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之外 中东国家也对以色列持续开战的行为有很多的意见 包括像是约旦卡达都担心 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围挤整个中东地区的区域和平 而土耳其总统艾尔段更痛骂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 不只加萨战场有爆炸 一份录音党也引燃外交战火 听起来只是信心喊话 但问题出在最后一句 以色列国安局长声称会去周遭国家追杀哈马斯成员 在土耳其眼里就是公然侵犯主权 70几年前土耳其是第一个成人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 今年9月两国领袖还第一次握到手 没想到短短一个月以巴冲突开始后 关系急转直下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每隔几天就替加萨人发声 痛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两人切断联络管道 土耳其也气得召回大使 纳坦雅胡办公室不甘示弱 社群网站发文回应 反驳爱尔段的说法 指责土耳其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 绝不会接受任何爱尔段的指教 土耳其可不是特例 过去一年 以色列和中东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都在10月7号后化为泡沫 在星期天 杜哈论坛上扮演尾巴调停角色的卡达 也忍不住批评乙军滥杀平民 最忧心的或许是影响到整个中东的未来 被邻居围剿 以色列还是有一万公里外的坚定盟友美国 只是美国政府虽然力挺以色列 但挡不住民间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 尤其大学校园多颇顶巴示威 甚至出现反犹太标语 导致哈佛宾州大学和麻省理工 三所顶尖学校的校长被叫去国会问话 三间大学校长并没有明确谴责反犹太主义 只给出摩棱两可的答案 让校内外和政治接炸锅 听证会后不止犹太学生扬言告学校 连金主校友都威胁停止赞助 丁州大学校长短短一天中箭落马 除了美国反犹太仇恨上升 欧洲也感受到了 比利时周末民众上街抗议反犹太主义 德国柏林也有支持以色列的示威活动 从中东欧洲到美国已把两阵营对立越来越极端 第一篇新闻最后报道 而全球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少了 今年8到10月份各国承诺提供乌克兰21亿美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减少了九成 只剩下像是美国 德国几个大国继续力挺 而这个金额其实也是战争以来的最低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坦言 感受到西方的团结力量在动摇 这让乌克兰非常焦虑 乌冬最危险战场之一巴赫姆特还是陷向还身 乌军第三突击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尝试突破 但过程并不轻松 英文俄军也在加强攻击 当时就有炮弹不偏不已落在附近战壕 现场立刻传来痛苦哀嚎 然而这样的战场可不能停留太久 兄弟 你不要远远 为了生存 伤兵得靠意志力移动到安全的地方 类似的生死存亡时刻还出现在阿夫迪夫卡 这里同样枪林弹雨 不同的是战壕里出现英勇女医护兵 一路紧跟作战随时随地协助包扎 没想到才救完艺人又有另一名士兵 异下位置不胜中枪 女医护兵当机立断 剪开衣服检查 幸好伤势没有生命危险 但最后这个地方又感受炮火便秘急 一次遭俄军坦克加强锁定 另一段由乌军第110机械化旅拍摄的空拍镜头显示 巴夫迪夫卡战线已沦为重装备焚场 到处能看见俄军坦克残骸 另一段镜头则显示 俄军冰雹多管火箭被炸到开花 双方战损都很惊人 由于俄军周末时隔两个半月 再动用巡异飞弹 乌克兰开始担心俄军又想对关键基础设施动歪脑 周一就连基辅一带都响起空袭警报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使用弹道飞弹攻击 然而敏感时间美国缘无法案还卡关国会 美国总统拜登难掩忧心决定再邀泽伦斯基访问美国 这将是俄乌开战以来 泽伦斯基第三次访美 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社会氛围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民调显示有禁办 美国民众认为对乌克兰援助已经太多 但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当初交付武器太慢 才导致俄军有半年时间挖掘战壕 部署地雷 害乌军反攻变困难 不过防美前 泽伦斯基先在南美洲阿根廷感受满满温暖 他受邀出席阿根廷版川普就职典礼时 受到对方热情拥抱 阿根廷总统还为泽伦斯基准备专属的主台礼物 眼看美国对缘无议题出现杂音 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宣布要在明年叫主连任 若连任成功 普京将一路掌权到2030年 成为名不其实的现代沙皇 但俄罗斯反对派不打算轻易放过普京 特地在马路旁设置印有普京照片和QR码的看板 结果一扫进去看到的就是满满的反普京讯息 消息曝光后 俄罗斯立刻派人将看板拆除 不准国内出现任何反对声音 这新闻综合导 台湾今年的经济恐怕只能够用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闷 经济成长率已经下收到1.42% 是14年以来的新低 这是让年轻族群感到特别的焦虑 一份调查就显示 年轻族群最烦恼的几个面向当中 财务状况就排在了第一位 尤其非常担心会存不到钱 而且收入没有成长性 这样长期下来也无法累积财富 新鲜鸡蛋一早到货 新北巷弄内的包装厂 产现作业大姐 忙着擦拭再装盒 双手没停过 为了挽回顾客信心 店家投注人物力 全力维持品管 但买器就像是现在的天气 真正的主力在于消费力 金融企业近期调查发现 年轻世代的快乐指数 满分十分 平均只有5.47分 其中绝大多数为了生活开销 财务所苦 原因是赚不够 变得不敢花 今年虽然说制造业 在出口电单方面表现还是很低迷 但是服务业反而是很热络 这个制造业的低迷 开始扩散到服务业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当制造业的从业人员 他的实质所得开始受到影响的话 也会影响到他在民间消费方面的表现 人力银行也统计 今年第四季 有九成三的上班族做出抗涨准备 外冷波及了热络的内需市场 闷经济又找上门 上一次也是政权交接之际 大环境下的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今年十月来到106.93 几乎笃定全年预测数将高于八月预估的2.14% 当前两年的全年通膨率 从1.97%增至2.95% 同时期的薪资年增率 反而从1.74%逐年下降 只储蓄不消费成了生活哲学 共享模式的崛起 其实就是另一个角度写照 手机一扫就有铜板电源可用 曾有人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小资共享经济就起于手头紧 我们这两年当中 平均每一年的业绩之间 基本上都成长一倍以上 在以共享的整个物品的使用的族群当中 大概25到35之间是比较大宗的 然后以我们来讲 也是女性为相对多一些 我们要去使用一个东西的成本 比过往都还得很高 可是我们把它碎片化 把它切块 可以让它用比较低廉的价格 来使用到它想要的分时的服务 消费形态转变 使得薄利多销变成显学 其实没有说什么叫绝对利空 或利多的产业 因为我们来分析台湾的经济表现 主要就是依靠出口导向 台湾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所以说如果国际的金融 国际经济情势不太稳定的时候 台湾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波动 那相对经济表现就会比较差 但这对于整体经济成长率 并非正向影响 当研究机构预测 今年再度进入保一光防战 主机总处日前也松口 台湾正转入低缓成长 台湾最重要的 这个拉抬GDP成长的眼前 还是商品出口 所以说还是要等到这个终端需求 欧美的需求市场 开始出现比较显著的复苏 那订单开始这种回流等等 那才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闷经济获得比较 这个确实的解决 民众对于数据终究是陌生 有钱就能花 才是普世感受 预告了又冷又闷 还带唇暖 TVB的新闻 徐坤山业与福 台湾到 而要刺激经济台北大巨蛋 能否扮演关键的角色呢 附近的东区商圈曾经辉煌一时 不过租金现在已经跌到 一瓶只要8000块以下了 而大巨蛋的落成 包括像是棒球娱乐观光产业 都能够看好 会带来庞大的商机 让东区恢复昔日的风华 而北市观光局就表示 未来台北的跨年活动 除了101大楼的烟火之外 也会加入大巨蛋的光雕 打造新的亮点 几满1.6万多人 坐在全台第一座室内巨蛋 看棒球赛替选手加油 这一刻等了32年 大巨蛋的启动意义重大 大巨蛋举办球赛或演唱会 这种大型活动 士兵会聚集人潮 而在活动结束之后 走出来左右两侧 分别是信义区还有东区 也让附近店家看好他所带来的商机 打开窗帘大巨蛋就在眼前 老牌饭店正好绝佳地理位置 当然得好好把握 从硬体设备到行销 早已先朝前部署 打紧赛是从12月3号 就是上周末开始 其实我们几乎是满房的 也因为他们带动了我们整个饭店的 住房率将近4成 台北今年这几年 其实在这个部分 几乎都到中南部了 最大的原因是 中南部高雄的一个场地 他们几乎都可以容纳 比较大的一些观众 未来大巨蛋大家不用担心了 他大概4万人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的大型的演唱会 我想对我们饭店来讲 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营收 可以来增加我们的一个商机的机会 光是从雅锦赛就观察到 中南部甚至国外球迷 拉台定房率 每场比赛若都是几万人涌入 带来的效应可想而知 明年3月日职独卖巨人队 确定来台与中信兄弟 以及乐天桃园友谊交流 更是对台湾办国际赛事来说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而大巨蛋还有另一大亮点 也就是办演唱会 在先天就已经具有好的竞争优势 又在首都人口最稠密 最精华的商业地 他们有不成功的理由 要怎么样让这个大巨蛋 更贴近市场的机制 你要让它能够几乎是场场爆满 甚至天天爆满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它会带动整个周边 相较于台北小巨蛋北流 大巨蛋容纳人数略胜一筹 若能吸引国内大咖艺人 甚至是国际巨星团体登台表演 歌迷们追星同时 周边的住宿餐饮观光也会被带动 这个效应也有整个效应到整个到复兴 对 我们从205项开了很多服饰店 然后甚至一直到101项 那边都有开很多餐饮店 为没落已久的东区 注入活水 店家摩拳擦掌 光是从串联推出的评票 跟享优惠活动 短短两周就号召100家业者相应 曾经的消费形态改变 疫情冲击 让东区不少老店家歇业 不过控制率已经下降至10%以内 大巨蛋集一旁设立还在准备中的 台北最大购物中心Sogo City 甚至星光三月钻石塔 都是关键因素 是否可能有在人潮的部分 会从中校复兴一路延伸到大巨蛋 甚至于发展到新一计划去 形成一个长长的一个商圈的逛街南道 那另外一个发展是说 可能会以大巨蛋中烟的为中心 那它会发展一个新东区的聚落 但是无论如何怎么样的发展 都可以观察到 就是东区相较于过去全盛时期 确实可能要再回复到过去的容景 需要一段比较长的经营 大巨蛋时代来临 不论时宜住行 相关业者纷纷嗅到商机 但如何吸引活动到大巨蛋举办 以及提振东区商圈 是否效果持续 都是未来挑战 推本新闻连志仲宣台北报道 而台湾的挑战就是少子化了 尤其是新竹县市 出生人口从2018就开始下降 不过十多年前这里是有婴儿潮的 而当时出生的小朋友 现在也要上中学了 不过竹北地区学校不足 只能够划设新校 而未来面临少子化 学校又可能够得 才并非校 接着孩子下课 国小门口一到中午 低年级学生排队而行 前往安清班 东兴国小位处竹北京华住宅区 这里学校数量有限 就学需求大已经开始进行重量管制 国小的部分就是重量管制 如果你提前没有入户籍的话 像我们有个朋友 他可能小朋友三岁之前 估计还在台北市 结果忍到六岁的时候 就发现说可能总量管制 根本就没有办法就进了就读学校 李小姐十几年前嫁到竹北 丈夫是竹科工程师 育有两名小孩 巨大的孩子十岁 小四 李小姐表示 十年前出生的孩子 第一次是一波竹科婴儿潮 以及龙年效应 从2011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 竹北一年新生额都在2000人以上 现阶段面临就学问题 因为竹北地区学校缺乏 因为学校不足 让家长伤透脑筋 现在小学的六年级 就已经在考虑小孩子 可能没有高中念 那如果说我们高中的部分 成绩没有到五家 或者是有一科 他不是擅长的部分的话 他可能就必须要到竹南 或者是到苗栗 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就读 觉得就小朋友的就学来说 受教权其实是被影响的 他未来在高中 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今年 就决定让他小六就转学 转去所谓的私立小学 我就一路到高中 我不跟你在外面去竞争 所谓的没有高中可念 或者是最后他跟姐姐一样 他也去考北北基 陆续完工的有家风国小 文心国小 生理国中 文心国中 盼望解决学校不足问题 但大新竹地区最近生育率 却有所下降 根据这道显示 新竹县市近五年出生人口 2018年8468人 之后开始逐年下滑 2019年8370人 2020年7891人 2021年7671人 2022年7153人 今年前十月新竹县只有3312人 新竹市2298人 合计5610人 虽然人排在各县市前段班 但下滑趋势明显 部分人士担心 过度盖学校 未来会在少子化趋势 面临纯废病校危机 光是一个十字路口就有三家幼稚园 所以我感受不到所谓的少子化 跟出生率下降 要生两个 生一个 甚至不生 这也是可能为什么新竹县的出生率 比较下降的原因 新竹县是出生下降 但竹北却出现学校不足 专家分析是因为人口过度集中 竹北跟新竹市东区最密集 以出生数据来看 2022年竹北出生人数1874人 但新竹县 俄梅 北浦乡 去年整乡出生人口却不到30人 人口增长过度集中成为问题 议员表示 现阶段要解决市区学校不足 10年后的少子化议题 未来还可以再规划 两所国小 两所国中 陆续的完成跟招生之后 大家可以想见 我们的高中未来就是会不足 所以在今年我们也陆续积极的来争取 包含跟中央国教署 也跟我们新竹县政府 现在未来规划 新竹县政府它会针对于 实验中学在新竹县这边来设置 跟大学端合作 现阶段如何有解方 专家分析 新竹这边一方面要继续盖新学校 满足精华市区人口需求 另一方面要辅导偏乡国小 辅导转型 发展特色教育 双管齐下才能解决当前困境 整个高中不足的问题 需要中央国教署跟地方政府 来积极合作 共同来增加才可以来缓解 那么就学环境的优良 包含说你可以就进入学 或者是说有优良的师资 交通上面 其实接受孩子或孩子自己的交通 都会比较便利一点 这个是菜颜 然后鱼 然后彩 城乡落差趋势明显 虽然站在少子化风口浪尖 但竹北却有缺效问题 少子化跟人口其中 两大趋势 让新竹的教育资源 面临极大挑战 TBA新闻六海来明 新竹采谋报道 校园里面的特教老师 人力是越来越少了 问题就出在他们的业务很繁重 每天平均的工时超过12个小时 不过职务加级却是30多年来 都没有涨 民国81年从1200元 调涨到1800元之后 到现在都再也没有增加过 我就发下去 老师帮我交回来 我就同证 然后要做表格 然后到时候要通知家长 要办课外活动 每次都是大工程 先发家长同意书 统计人数 承报校内都是他的工作 一位从事特教行业 十几年的金老师 不只要教书 金明还兼任组长行政职 在组长加级的部分 其实他是看年职 而且他如果说 你才刚进来菜鸟的话 其实他加级的钱 跟一般普通班老师 挂导师的钱是差不多 我多了一两千块 可是我没有寒暑假 可以好好休息 特教加级应该是算在职务加级里面 他不应该是依照结束给予的 只好每年轮流 因为没人想长久扛起组长重担 若只是一般特教老师 每个月能领特教加级 一千八百元 以国中来说必须上满十六堂课 但如果接下组长 原先特教加级就得按上课结束的比例扣除 等日本来就有特教事务 再多了行政业务 因此基本终点变八节 特教加级最多只能领九百元 即便有多了组长加级给的钱 却是按年资算 有些人算下来 只比一般特教老师多了一两千块 工作量却是平常的好几倍 他例如说他可能借掉特教资源中心 他去担任主任 他没有受课对不对 不好意思 他一千把一毛钱都领不到 可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全部都是特教工作 我今天担任跟特教相关职务 我理论上我就应该要领到全额的 而不是说像津贴的概念一样 我一节课一节课夾给你 国教署说他们认同 他们也跟行政院这边有去反应了 人事总组这边也觉得说 好像这样也是很合理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 到目前还没有合定 还有另一个面向 让特教老师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特教加紧从民国81年 一千两百元调整到一千八百元之后 就再也没有调整过 等于动涨了超过三十年 心血没有往上涨 但是工作量却不断增加 32年前的一千八跟现在的一千八 大家就应该会蛮有感觉 我们希望可以调到五千五百二十 这样可以增加特教老师 就是更愿意留在特教这个领域奋斗 现在就是变成文书资料 已经多过于我们教书 还有陪伴小孩的时间了 所以大家就会纷纷就是出走 我本来人力就有限在规定 在打入大量的文书工作 而且是所谓的非本职教学 文书工作的情况下 老师的我在学校能够做的时间 背课时间就年代会压缩掉 待遇迟无法提升 特教人才外流只会更加严峻 特教老师本身面对学生 就需要花更多时间陪伴 108课纲之后 文书事务却大爆量 金老师特别列出来 国中特教老师平均工作 每天至少12小时 尤其在碰到 缴交心评鉴定评估的日子 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我们让老师 必须要把他要服务的学生 放在旁边请代课老师来带 然后我们这位老师 再去做鉴定 而这个鉴定的对象 未必是未来的特殊生 我们必须要强调 因为鉴定就是 可能有通过可能没通过 你得要有一个专职心评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到 专业的鉴定 然后专业的教学服务 业务日趋繁重 待遇却30年以上没跟着涨 教育部对此回应 为了提升特教服务品质 行政主管人员 确实不应该因检授结束 而不能支领权额植物家籍 以含报行政总处争取 至于特教家籍是否调整 表示会考量各类教师待遇的平衡性 是教学现场实际状况 适时检讨评估 特教老师们愿意为学生付出 但现实面薪水也确实得考量 只盼相关单位真的把他们的心声停紧去 Tip的新闻 罗世彭李延志旧宣吉隆报道 而健康方面 腰围其实跟寿命有关 因为腰围过大 代表内脏脂肪堆积 罹患慢性病的风险 也会跟着增加 肥胖是一个重要的健康议题 而腰围B&I体质率 都是维持健康的指标 一般来说B&I大约24 就算过重 大约27算肥胖 但这只是体重和身高两者的关系 有可能并非脂肪多 而是肌肉量大 使得体重过重 因此一般都会建议搭配腰围 来评估未来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因为腰围过大 代表着内脏脂肪过多 如果你只是糖尿病的患者 这时候稳定地使用糖尿病特定的药物 它的确可以降低脂肪肝的含量 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提醒说 脂肪肝的背后还隐藏了脂肪纤维化 肝脏纤维化跟肝脏的一个问题 国际上面把腰围当做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女生大概应该是80公分以下 男生大概90公分以下 如果超过这个标准的话 就容易有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等相关的 我们叫代谢症候群 将来会容易产生 包括像中风 心肌梗塞 等等相关的这些并发症 腰围是衡量人体肥胖程度 和内脏脂肪堆积的重要指标 而腰围和寿命之间存在 有密切关系 除了看BMI 腰围也非常重要 腰围过大 中央型肥胖或有皮九度的人 肝脏 胰臟 心脏等器官 可能被脂肪包覆 随之而来是种慢性病 例如脂肪肝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血管疾病等等 而腰围过大本身就是代谢症候群 这种代谢综合疾病的 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均衡的饮食对健康很重要 所以在饮食当中 我们要注意碳水化物 就是糖 淀粉 这个要注意要控制 脂肪的东西 油的东西也要小心摄取 根据研究指出 男生腰围超过120公分 死亡风险比腰围小于90公分的男生 高出2.02倍 女生腰围超过110公分 死亡风险比腰围小于70公分的女生 高出2.36倍 与正常腰围的人相比 腰围过大的人 与其寿命会较短 到了中年以后体态 你发现腰围围 就是腰围围跟围围是1比1 或者围围明显大于腰围围 相对这种体态 就是安全度高很多 三餐不规律与肥胖 以及糖尿病高度相关 特别是延迟进食 也就是将早餐午餐和晚餐 换成午餐晚餐和宵夜 那这种仪式模式 会腌制血浆葡萄糖节律 和脂肪组织的基因表现节律 长久下来可能导致血脂异常 胰岛素抗性和肥胖等问题 最重要是运动 那一天五输狗是绝对是有帮忙的 那我们一般期待就是说 你的运动至少要半小时以上 至少要到心跳100以上 然后再来就是定期追踪健康检查 因为现在发现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癌症 有在年轻化的现象 要为过大者会增加罹患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癌症 都要特别注意 保持健康有四个饮食小技巧 就是第一 每日进食时间长度 因维持在12个小时以内 第二 我们应该在白天较早的时候 摄取大部分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 第三 避免在睡前或者深夜 退黑激素浓度较高的时候进食 保持每日进餐次数 和相对进食时间一致 这对改善餐后血糖和疑老素反应 有着关键的作用 医师提醒 腰围超标会增加各种慢性病风险 保持腰围 应注意维持均衡饮食 少油 少糖 少盐 食物为主 保持规律运动习惯 正常坐席 与足够睡眠 更重要 TVBS新闻 玲瓏士 陈如环 萧云强 李明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